前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冷處理黨工遭到性騷擾事件 掀起了政壇MeToo風暴 那麼新北市勞工局重申了 雇主如果在西枝員工遭到職場性騷擾的時候 就應該要立即採取有效的糾正以及補救的措施 那如果西枝卻不處理的話 依法是可以處10萬到50萬元的罰還 前民進黨婦女部主任許家田 冷處理黨工遭性騷擾的事件 不僅火速請辭獲准 更掀起了接下來的MeToo風暴 新北市勞工局重申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一二項規定 雇主在窒息性騷擾情形發生時 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雇主就是要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 那就要依照你自己所制定的辦法 要來啟動調查 那第一時間可能就是比較需要的是把這個行為人 跟這個申訴人做一個隔離的動作 讓他們不要再做一個接觸 那另外你要關懷這個員工 也要協助他來保留這個相關的一個試證 那進到你們自己本身的一個調查的一個程序去做調查之後呢 如果說這個案件有成立的話 性騷擾案件是成立的話 那可能就要對這個行為人寄出一些懲處的一個規定 除了保護當事人與處理事件 糾正補救措施也包括整體工作環境在內 改善你們這個工作的環境 那當然最根本的就是讓所有的員工 對這個性騷擾的防治要有一定的概念 所以你也可以學實施這個教育訓練 對所有同仁實施這個教育訓練 那幫忙這個職場能夠更做更多的 有一個更友善的一個發展 性別工作平等法明確規定 若長官窒息卻不處理 依法可除以罰還 如果他窒息之後 沒有任何的處置作為的話 沒有進到新公法第13條的一個 雇主的一個立即有效級 就證的補救措施的話 那主管機關是可以開罰10到50萬的 勞工在求職時或受雇後遭遇性騷擾 雇主卻未善盡職場性騷擾防治義務 勞工可填寫新北市勞工就業歧視申請書 向勞工局提出申訴